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常是在错乱之中 所谓错乱 以苦为乐 以非为事 以无常为常 世间的任何事 没有一样 不是分分秒秒 都在变化 这叫做无常 我们今天在台上 花这么美 这些花是这么美 这个不是塑胶花 是真的花 我们现在看了它是 好像是很美 它是没有动的 没有变的 可是到了三天之后 这些花会怎么样呢 我想是一朵一朵的 一片一片的花瓣呢 就是哭了 这个叫做什么 无常 我现在我现在请问 我们这个肉身 可能不可能 不老 不病 不死 可能吗 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 但是一个是恐惧死亡 一个是面对着 知道死亡是一种事实 那死亡这样的事 对自己就不会造成了 危险 恐惧 痛苦 舍不得 谁会死 现在我在问 你们一定说 老人家死得快一点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 年纪轻的人也会死 年纪老的人也会死 所以当我们呢 懂得事情开始 懂事以后的开始 我们就应该 就要有 面对死亡的 心理准备 因为死亡是一种事实 还有我们呢 任何人家里面的 亲属朋友 都可能发生 这样子不幸的事件 我们希望都不发生 但是不可能 绝对不发生 那遇到发生了怎么办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呢 这个身体 肉身呢 生老病死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但是我们呢 还有另外的生命 一个叫做功的生 那 呼发叫做呢 法身 那就是说 我们的功德 做了多少的功德 他的生命呢 是永远的 我们做多少功德 对多少人做了功德 我们的生命就啊 在这个功德里面 跟功德同时存在 那不管相信不相信呢 自己死了以后啊 还有没有灵魂 还有没有未来 但是呢 这种功德的生命 又叫做什么 历史的生命 历史的生命啊 往往往历史上 没有记载你这一笔 很多人在历史上 没有明的 那功德有没有 有吗 有 另外一个叫做 法身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呢 智慧的生命 是永远的 肉身死亡 我们的精神的智慧生命 还会在 所以是 这一生过了以后 我们来生还要来 来生到西方去 也是存在的 再来这个事件 像我一样 我发愿是来生 你们说到哪里 不管他 反正是 我要讲法华经 来生还要讲 这个生命 是严学的 现在我们呢 这个就叫做 不生不灭 功德生是不生不灭的 永远的 还有呢 法身会命 是不生不灭的 是永远的 那功德生 还不如啊 法身的会命 是啊 更 彻底 各位现场的朋友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陈月清 大家都认识我 今年很欢喜 能够借着宝云市 举办的这个活动 来跟大家 结一个好园 更高兴的是 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冒着寒冷的天气 来到这里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佛法的智慧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是圣言法师的弟子 知道吗 对 可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佛法曾经彻底的翻转了我的人生 那我是在人生最低潮 最痛苦的时候 遇见了圣言法师 然后跟他学习佛法 学会了转念 结果呢 我的人生也彻底的翻转 从充满了压力 痛苦 困顿 然后走上了 平安 健康 自在的 康庄大道 行有余力 还能够帮助他人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圣言法师 感恩佛法 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让佛法的智慧呢 点亮更多人的新灯 让更多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绝妙人生 那么今天呢 是法古山宝云寺绝妙人生 法华系列讲座的第五场 对 那今天这场呢 主题叫做 药不要美好人生 这个药呢 可以是医药的药 因为我们 人吃五股杂粮 一定都会要生病 那可是我们也可以解释成 药不要的药 那也是说 美好人生 即使 你在病中 也可以享受得到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三位来宾 都非常的精彩 对这个主题 他们都有深刻的经验和感受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 一定会大家 一定会让大家收获满满 那我们今天呢 除了就是 透过群建电视的转播 我们也还有那个法谷山的全球网络 能够联结世界各地的观众朋友 所以呢 我们希望这场法会呢 是以台中数位中心 向世界各地 散发更好 更多的光明 那我们现在呢 首先就要介绍 今天的第一位来宾 就是我们的潘文中潘菩萨 那潘菩萨呢 他是我法行会的好朋友 他曾经是医师 是这个家长非常信赖 小朋友非常喜欢 那同时呢 他也当过医院的院长 最喜欢到处去做 帮别人做一诊 但是大家发现 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生命起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上天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所以很多他过去会的 现在都不会了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 虽然他行动不便 但是呢 他今天呢 还是帽子很多的 他很辛苦的赶到现场 热烈掌声 谢谢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赵可世赵菩萨 我想很多家有病痛的 亲友的人都会认识他 因为呢 他推动临终关怀 那推动这个医疗照顾 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年 那大家也许不知道 他自己本身也罹患了乳癌 他一生跟生死 有很多次的交手 所以他今天的分享 一定也非常感动人 他也是百忙之中抽空来的 让我们热烈掌声 谢谢他 接下来就是我们法谷山 生且大学的副校长 我们的长宽法师 热烈掌声 欢迎他 长宽法师呢 大家知道他长期是 圣言法师的侍者 可是大家也许不知道 他是刘美的硕士 而且呢 是家中独子 那是什么姻缘 他出家来到法谷山 然后成为师父的侍者 我们的长宽法师 我相信他的生命故事 大家一定也会从中 获得很多的收获 我们也热烈掌声 欢迎长宽法师 请坐请坐 好 大家看到我已经准备了纸 万一等一下太感动的话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 没有关系 我们就尽量让感情流泄 因为这个是一场 非常好的 生命经验的交流和分享 那首先 我想我们几位 都是被选来要谈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都曾经跟 生命里面很严厉的一位导师 叫疾病 交手过 大家都知道嘛 我在23年前 我的先生 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肝肿瘤 所以呢 我曾经非常非常近的 靠近死亡的阴影 也曾经陪着我先生 走过这个病痛 那个时候我觉得 有两年的时间 我真的觉得完全看不到光亮 走在一个很长的 幽暗的隧道里 真的身心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直到碰见了圣言法师 才翻转了我的观念 那我想各位 也都曾经跟这个疾病非常近的交手 那也受过这个老师很多的教诲 所以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首先是潘文中潘菩萨 对不对 你真的是 但是一般人很难想象 生命会开这么大一个玩笑 自己从医生变成病人 而且这个病 竟然是不会好的 叫小脑萎缩 那当你第一次知道自己 得到这个病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跟很多人一样 不能接受 不甘愿 充满了抱怨 为什么是我 有没有这样 是的 在几年前 我在家里面的时候 断个茶 会洒在地上 走路 走着走着 会自己摔跤 那都是以为别人的 然后讲话 会呛到 写字越学越难看 到最后 根本笔也不能拿 快字也不用 那时候因为摔了一跤 然后我同学就问我 说小潘啊 你是不是小中风 因为我还可以走路 那只是会摔跤 那我同学说是小中风 那我就想想 在这过去一段时间 我是很多动作 越来越奇怪 然后这奇怪的 又不像我当医生 我是小科医生 伤风感冒 发烧啊 流鼻涕 拉肚子 吐 这些完全不是这回事 我就去找了一个学弟 我说你帮我看看 他就照了一项 一照了项 立刻打电话给我 他说学长 小老小了一点 那小老小了一点 我说那都是小嘛 我又是小科 小老小一点 是小问题嘛 那我就把它当小问题 再看 他说是个小问题 不过你最好再去看一看 那我就把这些的问题 一步一步的去找 找到好几家医院 到了最后一家医院 他说 还是我的学弟 他就讲 学长你能不能住院 我说好吧 就住院 那一住进去的时候 又开始做了一些 稀奇古怪 听都没有听过的检查 连我是当医生 都没有做检查 然后检查完了以后 确定 在五年前 四三年多前 确定 我小脑萎缩了 当时候一看到 小脑萎缩 不当回事 反正小脑小一点嘛 是小问题 也不当回事 然后我就回去 同学也都觉得 不觉得怎么样 那回去开始找一些资料 越早越不对 越早越看越不对 那想起来了 那时候我去四川议诊的时候 去大海啸议诊的时候 那时候对于黑暗 对于阴影的感觉 都没有那么强烈 可是现在到我自己身上 开始拒绝 开始否定 开始退缩 开始这些都有 然后觉得 好像太阳慢慢慢慢的不见了 那怎么办 就完全在一种黑暗的中间去摸索 可是这个问题相当为说 在查资料 可以不知道的太多了 什么时候会发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会有多重的问题 你有这个都还不知道 但确定知道的 有三样 第一个 永不退转 第二个 每况愈下 第三个 没有办法 没有治疗 没有手 其实我要说 潘医师 从我几年前访问过他 然后到最近碰到他 他每次都越来越好 至少没有 每况愈下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他非常努力 谢谢 可是你在这中间 还是碰到很多很痛苦的事情 在这边有很多 基本上有两件事情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第一个是挫折 第二个是误解 那挫折 最大的挫折 也是给三个 就过去自己能做的事 已经不能做了 包括写字 包括签个名 都已经很困难 那过去 走路 抬头挺胸 指高气 现在没有了 低头 能够低的头 已经不错了 然后这是挫折 然后第二个挫折 就是您会做的事 我做不了了 过个马路 买个东西 这些我都做不了 第三个 想做的事情 我还想去做医疹 也做不了了 那这些是个挫折 第二个就是误解 误解也有三部分 一个是自己 对自己的误解 有时候做一个事情 拿筷子 怎么会拿不好 那这个 断个水 为什么断不动 然后很多很多 讲个话 会自己呛到 这些都是很大的误解 然后还有第二个误解 就是家人对我的误解 那家人对我的误解 也有很多很奇怪的误解 那奇怪的误解 就是说 我有一阵子吃东西 喜欢用手抓 然后因为香脑坏掉了以后 平衡感没有 包括手指头都运用 这都是平衡 那平衡感没有了 我就喜欢用手抓 最后喜欢用叉子 那家人就误解 就说 你会用筷子 我是会用筷子 那为什么不用筷子 我说拜托 我用叉子 比较方便一点 第三个误解 就是外人对我的误解 那这个误解给我一次最大的伤害 我一次走在路上 不小心撞到一位太太 那已经记不得是我撞她还是她撞我 但是她回头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真的是很难受 她讲她是用台语讲的 那我想我是不会走路 难道我就不能出来吗 当时候到现在想起来 我都很难过 那这个也是别人的误解 这是其中之一 所以挫折误解 加在一起 自然就是太阳不见了 然后就退缩 然后藏起来 很多小那位说 包括我舅舅 都是藏起来 那我们小老伪说 人也不多 在台湾大概不到一千个人 那碰在一起 只有三样事情在做 一个取经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然后可以学一学 那你怎么处理 包括很多严重的问题 你怎么处理 我将来也要怎么处理 第二个是取暖 因为只有我们自己讲话 我会懂 包括我讲话 可能我就会太懂 那我讲这一困扰 连我医生同学都不会懂 因为他没有办法谅解 我们所受的罪 第三个 去笑一下 笑一笑 你大便控制不了 包大人 你小便控制不了 就去笑 所以取经取暖取笑 这是我们想了 真的能够笑看这样子突然的晴天霹雳 而且是一条很难逆转的路 是很不容易 那赵可师菩萨 我觉得我们赵博士呢 他也有很多很多 接近死亡的这样子的案例 不过最近就是您罹患癌症 照顾了那么多的癌症的朋友 然后推动了安宁照顾 可是最后您也因为太忙 太累 得了癌症 所以您那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 不平 不干 或者是说很难接受 诚实地说完全没有 好了不起 因为我三十年来 照顾癌症末期病人 也照顾临终的病人 我亲自送走的病人 已经超过一千位 亲自合上他们的眼 跟他们说我们再见 那照顾那么多癌症病人 或者是其他的诊断 有生命威胁疾病 病人都会讲一句 为什么是我 中外都一样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们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 所以我就想说 为什么不是你呢 所以 因为这样的经验 所以当我自己被诊断 是癌症的时候 而且刚诊断 就知道淋巴转移 我的医师是 我们成大非常棒的 核子医学科的主任 他帮我做那个pad 症子扫描 那他扫出来以后 他就支支吾吾的 他说赵老师 你上一次检查 是什么时候 我也没理他 他说 你有做自我检查吗 我就说 你不要讲东讲西了 我得了癌症是不是 他就拿起手帕这样 就擦汗 他说你不要一想 就想到癌症嘛 我说为什么不想到 我们台湾 每五分四十八秒 多一个癌症病人 台湾哦 每五分四十八秒 这是最近的 最新的统计 那他说 对啊 可是那都是病人 我们是医疗专业人员 我说为什么众生平等 人家会得 我们也会得啊 他说好 既然你这么说 又擦汗 既然你这么说 我告诉你 你已经得了癌症 而且还有两颗 一颗多大 另外一颗多大 而且淋巴已经转移 因为他非常 那就是第三期了吗 淋巴转移就是第三期 是不是这样 对 第三期 所以他就说 已经淋巴转移了 那我说 然后回去就安排 因为已经开学两个礼拜 我就必须要 马上开刀啊 做各种治疗 我就要去准备 准备我的课要交代 那好多人都问我说 你有没有说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我刚好相反 我的 我的想法就是 为什么不是我 因为真的众生平等 别人会得 我也会得 而且 活在台湾 像我们的工作 都是外食足 你想在台湾 每天 两餐饭吃外面 不得癌症才快 我们现在的食安问题 连豆腐干都不能放心 吃一块 对不对 然后工作压力又很大 那各种生活 比如说 有时候站在那边 吃一个便当 五分钟解决 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 一种形态 我早就预期 有一天会发生 那所以呢 看到这么多的病人 会问说 为什么是我 而且呢 我们的生活习性 就是工作压力 还有生活的这种 外食啊等等啊 那真的是 不得癌症才怪 所以 就是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 面对他 接受他 对 好像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立刻就跳到 处理他 不过我记得 对 处理他的过程呢 就是接受 要接受化疗嘛 那 对 化疗听说是很痛苦的 而且听说您 化疗的副作用 还特别严重 因为看完刀 因为淋巴已经转移 所以要做化疗嘛 那化疗对我是再熟悉也没有了 因为我在肿瘤病房 几十年 照顾这些做化疗的病人 但是很不幸 就是我是过敏体质 我一针打下去 就把我打趴了 打趴 那本来预计是要打八针的 一个course 要打八针 然后打了一针 就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而且红疹 过敏的红疹 一直从脖子这样上来 到半个脸 那这样半年才退 所以我就决定 我就不做了 因为看多了死亡 也天天接近死亡 那我自己有养成一个人生观 就是如果我要活 我不在乎这个生命的长短 不在乎量 不在乎天长地久 不在乎天长地久 不在乎曾经拥有 我只在乎活出绝妙人生 所以我就不做了 我就决定 从现在到死亡来临 自然来临那一天 我只要好好活出来就好了 所以也是这样子的态度 让你 就是现在已经八年了嘛 已经八年了 我们完全看不出 癌症对你带来任何影响 而且你活得非常的 还是非常忙碌 还是忙着在照顾别人 甚至忘了自己 对 而且这个癌症对我是恩典 因为我们天天在接触 末期病人 尤其是癌症病人 那很多人都愁眉苦脸 以前我还没生病以前 我会劝他们 我说你快快乐乐活 也是活一天 你愁眉苦脸 每天忧愁 你也是活一天 那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活 病人就会骂我 说你讲风凉话 当然你健康人 我病人 我现在生那么痛苦 那么多病 我就不能快快乐乐活一天 那我只好闭嘴了 因为被骂 那可是现在呢 我说不对哦 我也是癌症病人哦 我已经是转移 我可以快快乐乐活每一天 活每一个时刻 你也可以 所以 所以它变成一个恩典 哈哈哈哈 好 那现在啊 我们要来看这个 问问常宽法师啊 常宽法师 听说 您出家 跟您俗家的父亲 有病痛非常有关系 而后来 您的法生的父亲 也就是圣言法师 夜生病了 所以您对病 一定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对不对 我自己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因为自己生病而住院 那我生命当中呢 就像刚刚 陈远勋菩萨讲 我生命当中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男人 都住进了台大医院 那我在台大医院 其实上了两个 生命教育的课程 那我父亲是在 1994年 已经有30年 他是得死道癌 我父亲得死道癌 那他得死道癌的时候 其实就像刚刚 赵医师讲的 我父亲也是问我们 为什么是我 就跟一般人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是我 那我们家人也是觉得 为什么会是我父亲 他其实那时候 只有52岁而已 我父亲往生的时候 只有52岁 那那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在那个时代 其实我们对于医疗 其实不是很了解 所以试了很多种方式 西医也是 然后中医也是 然后各种偏方都是 后来 我们陪伴我父亲 九个月之后 他就往生了 可是我觉得 最让人感动的是 你的父亲 当时为了怕影响 你在美国的学业 坚决不让你回来看他 对不对 那一段其实 对我这一生 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候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家人本来不告诉我 然后后来 我妹妹也在美国读书 她先知道 所以她就打电话跟我讲 然后我就直接从 美国打电话到台大医院 然后我父亲接了 我父亲就说 你不要回来 如果你回来 我一定让你看不到我 我那时候电话拿了 我就一直发 我说天底下 怎么有这种父亲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知道 我父亲是那种说到做到的 那后来我就不太赶回来 之后呢 我觉得那时候找了很多的同学 那时候还没有学佛 也到教堂去问 问牧师说我应该要怎么办 这样子 然后其实他们都只是安慰我而已 后来我就把我自己关在 我自己住的地方一个礼拜 我就想一想 我到底要怎么办 最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就跟学校请假 我要回台湾 然后我都没有跟我家人讲 我回到台湾以后 我就直接到台大医院 我把行李直接带到医院去 我站在医院病房门口的时候 我还没有进去 我大妹就跟我说 你先不要进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就走进去病房 结果我父亲竟然知道我回来 我就才在门口听到 我父亲跟我妹妹讲说 你哥回来对不对 请他进来看我一眼就回去 后来我真的进去了 我进去以后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抱在一起哭 其实他很想看到我 这一段其实到后来 我回来之后 其实我只陪伴他三个月 他就离开了 那个三个月比我这一辈子跟他讲话 就是那三个月是我以前 跟他讲话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 我以前跟我父亲很少讲话 我每次找他要谈心 他都跟我讲说去找你妈妈 所以我从小都是跟我妈妈谈心 男生都这样 对中国的男人都这样对不对 那后来他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 他也是 他刚才也是问我说 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情 为什么我会得癌症 那时候其实 我跟我父亲讲说 我说爸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替你躺在那边 可是没有办法 那时候我说 我觉得你对亲戚 家人 朋友都很好 可是你对你自己不好 我爸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 为了把这个家照顾下去 所以你在应酬 你喝了很多酒 然后所以你才会生病 那今天你得到这个病呢 其实就是 你的身体在告诉你 你需要休息 我发现那时候我只能这样子安慰他 可是对于他的心怎么帮助 那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疑惑的 所以我后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父亲过世之后 有一个因缘机会让我开始去学佛 然后学佛之后 就是我发了一个预言 就是我希望可以从心 从我的心去帮助别人 那我也很有福报的就是 我出家以后 当然就跟着生言师父 那也当了师父的侍者 我记得我 我姐姐跟我妈妈一起去 因为我们要出家的时候 要拜见师父 之后呢 师父就当着我姐姐跟我妈妈的面 跟他们讲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师父 之后我就当侍者了 我妈妈每次想起这件事情就说 她都不知道为什么 师父当时会这样说 那我当圣言师父的侍者 其实是有两个阶段 那第一次只当了一年 后来2005年的时候 师父得癌症 那也是在台大医院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又回来台大医院 那第二个念头就是 师父怎么会得癌症 生言师父这么有修行的人 怎么会得癌症 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 同样的问题 对 然后我第三个念头就是想 如果师父也得癌症 那我得癌症 我没什么好难过的 为什么这个想法 因为每次跟师父出国 很多人只要知道师父坐在 飞机上面都会很高兴 所以我后来想想 就刚刚赵博士讲的 众生皆平等 我每次谈到师父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 外面跟里面都会哭这样 可是今天这个场合很特别 就是我觉得 生病这件事情 不一定是这么痛苦的 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他这样子 那师父有没有 对啊 师父生病 师父是怎么面对病痛 很多人最喜欢问我的就是 大家知道师父生病的时候 最喜欢问我说 师父会不会痛 第二个问题就是 师父痛会不会叫 其实师父会痛 师父会痛 痛会不会叫 当然要叫啊 不叫四者怎么会知道 师父在痛 只是师父不会像我们一般人 就是有很大的情绪这样 就是他不会用情绪 去对待他的痛 可是他会让我们知道他在痛 另外就是很特别的就是 其实师父有几次就是 让我学习到就是 我们的一生啊 其实是在被照顾 或者是照顾别人 那这两边其实都是在互相学习 那我记得师父刚知道 他有癌症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做了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 他已经想到了 如果他这一次进开刀房 出不来 他就先把事情交代了 所以他要去开刀之前呢 师父是先交代一些事情 所以他做了最坏的打算 心里面心做了最坏的打算 可是他做了最好的准备 所以进去之后 他其实是无牵无瓜的 那所以呢 在我们知道师父做的生病之后 其实我们开始去调整生活 也就是说 生病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 师父生病这件事情 是那时候最重要 需要去面对的 可是我们去改变了我们 师父的生活方式 所谓改变就是说 原来我们都住在法谷山 可是因为师父每一个礼拜 要到台台医院洗圣山吃 所以我们就是搬到中正经社 中正经社在台北的仁爱路附近 他因为离医院比较近 所以师父跟我们三位侍者搬到那里 然后呢 在那边过着小家庭的生活 那这个就是说 因为生病这件事情 是对于生活做一个调整 然后怎么把这个改变呢 做一个适当的 让师父还可以继续看病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要去演讲的 师父也去 要主持会议 师父也去 然后一些大活动 师父也会去 就这一些也没有影响 只是说以 以师父生病这件事情 为主要的 主要的生活 然后去做其他的调整 那我们试着也跟着 做这样子的改变 对 我当时记得 师父提醒一句话非常重要 就是虽然生病 但是还是不要忘了生活 不要太把注意力放在生病 而忘记了生活 所以用生活跟生病可以同时兼顾 那我现在就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潘文中潘菩萨 那你的病呢 比较难兼顾生活 不过 这个严厉的老师 是不是也教了你一些功课 然后我们常说 生病好像是一个 包装的比较丑的一个礼物 像我 我先生刚生病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哭天呛地 觉得当然是都躲在那个门后 觉得怎么这样对我们呢 然后我也没做什么错事 为什么让我生命这么痛苦 压力这么大 离死亡那么近 可是现在看起来 哇 这是上天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 让我学会了很多 然后我先生今天更健康 我也更健康 所以你有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呢 从我确诊以后 我知道我自己有香浪萎缩 因此在生活上 滴滴继续做了很多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 第一个调整就是把所有工作辞掉 因为香浪萎缩本身 会有很多很多稀奇苦快乐问题 其中有一个晚上睡觉实在很糟糕 那睡得很糟糕 只要把工作辞掉 因为什么时候会睡 什么时候会醒都不知道 那个很严重 那接下来就是调整以后 当然从开始从没有阳光 慢慢走 是不是走出来了 我不晓得 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这个病让我第一次 把生活做调整以后 然后开始很注意的 去注意到自己的身体 在我所有同学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很忙碌地帮助别人 每个人都看到我说 小潘 我刚好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 所以每个人都叫我小潘 那小潘 还好不是小潘潘 少了一个字 那小潘那你 好羡慕你都可以不必工作了 那时候我就回去想一想 就这些问题 我想想 从事借了这个机会 我就开始除了感觉身体以外 还去感觉很多平常 我们在用字眼做的事情里面 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什么叫足够 什么叫简单 足够我够了 就可以放掉一切 我什么够了 睡觉睡够了就起来 然后什么叫够了 就开始去注意到这些很奇怪的东西 什么叫简单 把自己什么简单 什么叫自我照顾 然后什么叫 你们可能不会想到 什么叫走路 怎么样能走路走好 不要摔跤 不要撞到人 怎么样去请人家帮忙 过去只有我在帮人家 现在我要请人家帮我 扶上台 走下去 帮我倒壁水 那个开口实在很难 所以变成我在生命中 在生活中 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这个转变从一开始全部都是减分 到现在为止全部都变成加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同学第一个注意身体的是我 别人都还没有注意到 还注意别人的健康 那只有我开始注意到我的身体 开始注意到我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开始有做下了自己在生命中 再怎么样做得好一点 那是很简单 我现在觉得我要能够自己照顾我自己 趁着我还可以走动 还可以说话说得 还不算结巴的情况之下 是否可以把我的故事多分享给一些人 那这些故事如果能够让你 多珍惜一下你自己的 我刚才前几天 我跟我们刚才台下一位师兄讲 我们习惯上各位想象得到吗 在你写字的当中 只要写几乎没有愉快的事情 不像是考试写信做工作赶稿 你只要任何的写都比较没有愉快 在情绪上都比较不是很高昂的 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从现在开始 拿多少钱从现在开始不准写字 没有人愿意 可是我已经不会了 几乎就是慢慢慢慢的 然后这个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那小浪委说基本上是在医学界里面认定是 最残酷的疾病之一 因为看着它慢慢的变坏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那当然刚才也是讲了 怎么样去做个调整 怎么做一个改变 那也有人问过我 那你怎么办 我说这功课只有一个 如果让我哭有帮忙 那就看我天天哭 从早哭到晚晚上也哭 可是没有用啊 哭没有用那怎么办 抱怨也没有用 什么都没有用 后来我发现笑有用 就笑一笑过日子跟笑有用 那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到 笑对生命什么有用 只有下面有一位我舅舅 她也是相劳也是患者 所以她的笑应该知道 笑绝对有用 是 所以我们对这个病到现在为止 那一开始在我知道有这个病的时候 确诊以后在我家里面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小妹妹就感觉到 她说哥哥我已经好久没有看你讲话 因为以前我还算有一点点小小白 我认识的潘文忠医师是博学多文 非常喜欢看电影到处旅游 常常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呢 滔滔不绝跟我们分享 而且非常幽默 而且我明明就讲一些 好久看到你都不讲话就坐在边上 那我不想我已经那时候还不晓得心病了 那就开始不太讲话 因为讲话非常辛苦非常痛苦 有时候会卡住 有时候会呛到 所以就慢慢地不讲话 那我妹妹就低着头 有点在难过掉眼泪 可是后来因为我知道这个病是遗传的 所以我们家里人会有很多有 那我既然确定呢 我第一个就把我弟弟妹妹给找来 抽血一查 我小妹妹一下查出来 她也有当场大哭 那因为我生病她小哭 她自己知道生病了 她大哭 她没有去 还没有症状 那边也有点差别了 所以她大哭 不是我没办法 所有医生 所有医疾就没办法处理 既然没办法处理 我怎么放下 因为她在我身上 一辈子 一直到我死掉的时候 所以我要带着她 我不能处理 也不能放下 她说我又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 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人世间有三类事情 第一类是老天的事 你管不着 第二类是别人的事 你管不好 那就把自己事情管好 我讲这里 我就跟我妹妹讲 因为我讲完以后 我自己也开始见到点阳光 那我就跟她讲 厚然开朗 谢谢 我就跟她讲 因为医学界来讲 也是你会生病 会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老天 就气候跟遗传 第二个是别人 就环境跟医疗 第三个就你自己 生活态度 这个是60% 所以我现在讲 别人是老天是 我管不了 那就管我自己就好了 那我就跟我妹妹讲 就是你会 天底下会有小脑萎缩这个病 那是老天的事情 你会有这个病 是你妈的事情 因为是我妈传来的 那你妈也就是我妈 我说你妈的事情 但是你会不会传给你的孩子 也是你别人的事情 也是算你老天 但是你的孩子会看着你 如何去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你的孩子在看 所以你把它做好 从那次 我妹妹 我都不再掉眼泪了 所以 这个功课 当然这个病 给我们带来 有很多的不方便 也有很多的副减分 包括看书有问题 包括写事有问题 但其他基本上 总共加起来 到目前为止 趁着我还能走路 还能分享 我已经把我的故事给大家 希望你们能够 珍惜一下自己的身体 珍惜一下自己的健康 在那之前 我就把自己照顾到最好 那就很幸福 谢谢 所以 从潘菩萨的分享 你们知道 就是知足 感恩 喜福 然后活在当下 这样子呢 即使你在病中 也会有绝妙人生 而且不要老想着 你减分的事情 多想想你 加分的事情 不论在什么时候 都会有加分的事情 你刚刚就 赵博士你刚刚就讲了 是不是 你觉得你的乳癌 还是一个恩典 帮助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 他更有 就是他会觉得 你更有同理心 那除了这个 你还获得了什么礼物 我获得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礼物 第一个礼物就跟潘医师刚刚说 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饮食的调整 生活的调整等等 那这个就是 生病才大彻大悟 那第二个就是价值观的调整 价值观调整 就是以前认为重要的事情 现在当面对死亡的时候 那些真的重要吗 以前认为不重要的事情 现在更重要 比如说 我在国立大学教书 那我们升等是非常重要 我们有一定的年限 就是如果到这个年限不升等 那品书就不发了 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副教授 那就是要升教授很辛苦 要很多的研究报告要发表 那我很忙碌 身体不太好 又要搞安宁疗户等等 就压力就很大 因为你把很多的时间都去照顾病人 还有去推动安宁那个照顾法的立法 对 所以就相对来说时间就不太够 那给自己很大压力 那那个时候得了癌症以后 我们的院长就叫我去 因为我们如果到快到年限 没有升等的话会请你喝咖啡 他就叫我去 他说赵老师啊 你要升等啦 我说我不在乎 我说我的坟墓上 赵可氏副教授跟赵可氏教授只差一个字 所以 I don't care 我完全不在乎 他说那个字很贵哦 那个字如果镀金的话要1500块 那我真的就开始不在乎了 真的我死了 我的墓碑上是什么 who cares 就是根本就以前认为重要 现在完全不重要 不过当然当你完全不在乎了 天上掉下来我还是升了教授 那那个 那那个 这就是价值观调整 不过我就开始真的看破红尘了 红尘中间的很多的事情 世俗的认为是重要 我觉得没什么重要的 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那价值观调整 内心有更多的自由 那第三个 就是我看多了病人 我们在安宁疗户里面 我们强调一个四道人生 所谓四道人生就是 病人在末期的时候 他如果能够四道道谢道歉道爱道别 跟他的家人亲友 跟这个世界 能够道谢 那你看 我们看过很多病人 善终的病人 谢天谢地谢人 我碰过一个佛教徒 谢天谢地谢菩萨谢佛祖谢人 然后把每一个家人亲友 叫过来一个一个道谢 所有的医护人员 一个一个道谢 最后含着微笑 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也看过一些病人 是怨天怨地怨人 真是满脸横肉的断气 真的是怀着怨恨 一个一个怨 怨天老天不公平 医护人员不好 家人对他不好 不孝顺等等等等 怨天怨地怨人 那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就是说 这些人他一生怎么活的 他一生都是四道 他道谢道歉道爱道别 他不道别就是放下了 不执着 那他到临终的时候 他真的很容易就这四道 可是有的人真的很难 所以当我生病了以后 我发现不要到临终再来四道 每天就要四道 每天四道 所以我打开眼睛我就两道 两道什么呢 每天早上就先道谢 我还活着 至少我可以张开眼睛活 那我这一天我就要好好活 活出绝妙人生 先道谢 然后再来道爱 我所有碰到的人事物 我都要用爱心去对他 很开心的有一天 然后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还没有闭上眼睛再两道 那怎么样 道谢 我这一天有什么 对不起天 对不起人 对不起 好 道一声谢 然后道一声别放下 假设我明天不能再打开 睁开眼睛的话 我也很放心了 我也可以放下 所以呢 我还没有讲完话 我已经昏迷了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 我对一种人没有同理心 就是失眠的人 我没有同理心 为什么 倒头 头还没碰到枕头 就不省人事了 所以我发现 当我生病了以后 每天练着四道 每天早上两道 晚上两道 就一整天很快乐的活 管他生病 管他死亡 虽然这个病痛 的确带给我很多的不方便 那 当然 你身体还是受限制 虽然没有像潘医生那样 有一些肢体上的限制 但是还是 比如我以前 一天可以上八节课 现在上两节课 就已经没有能量了 没气了 那很多很多 还是有些限制 但是 每一天这样的活 根本就 不管病痛 不管死亡 所以呢 真的就是 因为得了癌症以后 我就看破红尘了 得到更多的自由 更多的 这个内心的自在 哇 而且你真的把病魔给吓走了 吓走了 他们现在 对 就让你 就非常非常的健康 那八年 我们突然就认为说 是育后的 非常的好 那 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 常观法师 我们刚刚说 师父也会生病 师父也会痛 那师父在生病的时候 他怎么面对生病 那是不是教会你一些功课 那你从这里面 得到的礼物是什么 师父曾经有 讲过两句话 就是 以感恩心来接受 以报恩心来付出 那另外还有就是 我自己观察了 我发现其实师父还有一个 他是以平常心来面对 生病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 一般通常 到了医院 就是 对于医院 就是我从小的经验 就是会有一种 到医院好像就是 就跟到 小时候到庙里一样 到庙里就是有一种很 因为那阴盛盛的 很恐怖的感觉 然后到医院呢 就好像要被惩罚 要去哪里接受惩罚 这样子 可是 陪着师父在医院 那一段时间 我发现很特别 其实师父的态度 他其实非常的幽默 有些时候 他非常的幽默 然后我举几个例子 有一次呢 那时候刚开完刀 大家都知道 刚开完刀 身上会有很多的管子 这个什么呼吸道的 就是管子嘛 然后还有倒尿管 就是全身很多管子 有一天早上呢 就是我们要陪师父 拖着那个 那个 点滴架 然后因为要运动嘛 然后一边走呢 师父就说 唐宽 你看我现在 拖泥带水 这句话就是 我跟师父两个人 都笑得很开心 然后师父的那个痛 也暂时的没有了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心里 那个沉重也没有 另外还有就是 有一次要打针 就是师父要被打针 大家都有打过针都知道 护士小姐都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他会先用棉花 把那个插一插的 在皮肤上插一插 然后要打下去之前就说 深呼吸 然后他每次叫深呼吸的时候 我跟师父都很想笑 为什么 因为我平常都在教人家 手呼吸 然后他就打下去 打下去之后 他就叫我用手按着那个伤口 要等五分钟到十分钟才能够 然后在等待那段时间呢 就是师父 护士小姐还有我 三个人就 等待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我就趁那个空档 就问护士小姐说 为什么你们帮人家打针 要请人家深呼吸 这样子 他说道理很简单 就是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 我就说 请问你当了这么久的护士 你有没有忘记 跟别人讲深呼吸 然后就打下去 然后我问的时候 他还没有回答的时候 师父就说 如果是那样就不叫打针 那叫行刺 另外就是 除了每个 就是师父是每个礼拜要去洗剩餐吃 然后每三个月呢 就要到进手术房 因为有癌症的人 他要定期检查 那因为师父的血液 比较不容易凝固 血液比较不容易凝固 还有那个血液的指数比较低 所以要每次要进 那个手术之前 都要先输血 那我们呢 因为师父是O型 所以我们就在师父的弟子里面 找O型的弟子 而且呢 就是比对 就是比对如果越合的话 就是那一种 抵抗的会比较 排斥 对 排斥会比较少 对 排斥就会比较少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要开刀之前 然后那天晚上 师父就问我说 常宽 明天是谁输的血 报告师父是哪一位法师 开刀完之后呢 又回到普通病房 然后师父就跟我说 常宽 我觉得我越来越像吸血鬼了 专门吸我弟子的血 就是我们常常会 因为师父的态度啊 让整个那个 医院里面 其实有四个角色 医生 护士 病人 还有家属 就是那个氛围 整个会变得很不一样 那我最后再分享一个 有一次呢 因为师父有那个 叫做心率不整 心率不整就是 他的呼吸呢 是会有一段时间 忽然停掉 然后他自己可能会不知道 就睡着了 那医生就担心 师父这样子 所以呢 就安排了一次到 那时候台大医院 有一个公馆分馆 那他们希望师父 在那边住一个晚上 然后去用机器 去了解一下 师父整个睡觉的过程 是不是怎样 这样 因为要做记录 然后那一天晚 那一天就只有我跟师父 到了那个病房里面 然后师父全身 被弄了很多那个 大家知道吗 是 很多那个片 那个应该叫导电的吗 对对对 导电 真的是全身 很好玩 然后全身 然后弄完以后 师父就躺在那里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 然后师父就说 长官 这样怎么检查 我根本没办法睡觉 很好啊 隔天早上起来 我们就办出院了 所以师父是用幽默来面对他的病痛 是 对 而且他不仅让 就是他自己 就释怀 而且也让周围照顾他的人释怀 而且让你就刚刚说 通常我们到病房 都会 就是感觉到阴暗啊 沉闷啊 压力啊 对 是不是在师父的这样子的态度之下 整个都改变了 其实啊 有几件就是说 刚刚我们一开始 看听师父讲那个开始 其实生老病死 这是自然的事情 可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是 很聚焦 比如说 我举例 比如说要加牙痛 对不对 其实牙痛 只有一颗牙齿在痛 可是我们会把全部的注意力 集中在那个地方 其实只是让那个地方变得更痛而已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同样的道理 其实生病不一定要 就是生病这件事情 它不代表就是世界末日 即使得癌症 也不代表是世界末日 所以我觉得 生病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可以 用一种 两位医师讲的那种 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它 那师父住院那一段期间 台大医院刚好在盖那个儿童医院 所以我每次到医院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去儿童医院 然后我很希望有一天 师父可以搬到儿童医院去 我后来觉得真的 他们把儿童医院 就是让儿童是很快乐的 在这医院里面 我觉得大人也很需要 我觉得大人也很需要 像儿童医院这样子 这样会让生病跟生活是一起的 我不会觉得我好像要放下我的生活 去全家人都去面对生病这件事情 而是把我的家搬到医院里面去 然后我们调整一家人的身心 跟生活方式来过这个生活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方式 就会可以回到刚刚师父的那个方式 就是因为我们在那里过 那个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容易用一种乐观的态度 跟平常的态度去过那样的生活 那病人跟家属就不会有那种煎熬的感觉 觉得我好像必须两边奔波这样子 或者被拘禁在医院里面 对 刚刚常观法师的描述 有没有让大家又想起师父 因为我主持大法谷 有十年的时间呢 经常跟师父面谈 师父就平常 就是常常爱说小话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师父常常负责逗乐我们 那同时在很多的开示里面也很幽默 没有想到师父面对病痛的时候 依然是不改 我们觉得这种顽童的心态 非常有赤子之心 那这个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就是说真的生病的时候 可能我们不仅面对他 接受他 对 处理他 可能就是要放下他 放下他 然后很客观 或者是不把自己的病痛那么聚焦 然后也许呢 就能够更坦然的面对他 那不过 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病痛 是不是也能坦然的面对生死呢 尤其当我们在生了比较严重的疾病 难免就会想起 我们是不是跟死亡非常的接近 就像我 虽然是我先生生病 但是呢 我也觉得好像那个死亡的阴影 像那个死神 好像就在旁边等着你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把你抓走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中国人呢 其实是很怕谈生死 必谈生死 有的时候就让这样子的禁忌紧紧的把我们束缚住 人自己都不能够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死 那我知道 这赵可思赵博士呢 就是在医院 看多了生死 看多了生死 尤其是很多人 冰死还被急救 急救的非常的痛苦 所以就去学安宁医疗 临终关怀 然后你也送走了很多人 我记得你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你曾经说说 死亡可以这么漂亮 可能很多人会想说 死亡怎么会漂亮 那所以可不可以谈谈 你怎么面对死亡 死亡怎么可以漂亮 好 那个死亡 像我们圣言师父的死亡就是漂亮的 非常漂亮 那可是这个漂亮是怎么得到的呢 是他一生 一生怎么活 最后就是怎么样死 那 那所谓善生 病人 一个人他一生善生 他最后善终 家人亲友才能善别 所以我们说这个三善 善生善终善别 其实他是互为因果的 那当然在医疗上面 我们现在台湾发展的安宁疗户 最重要的还是先把他的身体的痛苦 减到最低 如果身体上很痛苦 比如说给他急救插管 最后 给他压心 电击 那再平安的人 因为这一套酷刑 临终的酷刑 实在是 最后他断气的时候 真的眼睛睁大大 嘴巴睁大 全身都是血 那这个很难平安 所以我们发展的安宁疗户 第一就是说 身体的痛苦减到最低 但是安宁疗户的一个团队 除了医护人员 还有心理师 还有宗教师 那其实我看了 我三十年来照顾末期的病人 我发现身体是最容易的 症状的控制 我们有很多药物 有很多道具 那我们可以不插管 不开动 我们用一些药物来让病人的疼痛减低 呼吸困难 噁心呕吐减轻 可是心理上跟灵性的一个层面 那其实别人可以做的 其实不太多 刚刚常观法师描述的圣言法师 是他在一生怎么样活 所以他到最后面对病痛 面对死亡的时候 还是他一生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深深体会到宗教信仰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的人 我们看到有基督徒 基督徒里面分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还有民间宗教 还有其他的悔教徒等等 我们都看过 可是我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三十年来得出来一个结论 那个宗教信仰 要进到他的骨髓里面去 进到他的血液里面去 就是真的变成他的血 变成他的骨髓 如果说一个基督徒 他只有礼拜天去教堂 或者圣诞节一年去一次 现在快到了 一年去一次 平常的日子跟他的信仰完全不搭嘎 或者是佛教徒 去庙里拜拜 或者是说 他号称他是佛教徒 可是他的佛法 没有进到他的骨髓 没有进到他的血液去 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 尤其是面对极大的病痛跟死亡的时候 那个态度 跟没有真教信仰信仰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号称各个 因为病人一进来 我们就会有填一张表 就知道他的宗教背景 最后我们说 他信什么宗教 可是好像怎么跟没有信仰的人一样 没有差别 或者是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比如说刚刚常怀法师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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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圣言法师的 呃 圣 大家有看到圣言法师跟天主教的大家长 哦 那个 善国喜 善书基 他们对谈生死 联合报 整版 哦 对谈生死 这两位宗教的大师哦 他们怎么样看待病痛 怎么样看待死亡 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进到骨髓 进到血液里头 所以我深深体会到说 呃 我们今天在座 可能绝大部分都是佛教徒 是圣言法师的弟子 可是 他的弟子是 表示什么 是要把佛法 进润到骨髓 进润到血液里头 因为每一个人 真的都会碰到生老病死 可是进去了以后 碰到生老病死的时候 态度就可以像 法师这样子的态度 这是 我三十年来的 结论 所以我现在 也是要想办法 点点滴滴 把 不是那么容易哦 因为那个要看 要长期的修行 长期的 要进入骨髓 进入血液 我们赵博士呢 也曾经跟圣言法师 对谈生死哦 那一场也让我们收获很多 那赵博士 他是天主教徒 那其实他也 曾经当过修女 可是因为修女呢 跟照顾 就是医护人员 照顾病患的时间 常常很难配合 所以后来就还俗 但是 我相信 那个天主教的 那个教育 也是浸润到 你的身心 那后来发现 其实宗教的智慧 都是差不多的 对 都是叫 要爱人 要这个 祈福 要珍惜 所有的 那 我们都是法行会的 对 然后也跟随 圣言法师 很久了 那 你生病以来 一定也会想到 生死吧 特别是你说 这是一个不会退转的 那你怎么面对生死 你觉得佛法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在我生病之后 就在我生病之前 我是个医生 我是保安家 所以在我手上 我也看过了 很多很多的死亡 大概不到以前未来 但也看过不少 所以死亡本身 在我的眼睛里面 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那都是别人的事 是你 别人的事情 可是等到我生病的时候 我开始停下来 会想到 有可能会到我身上来 那 我也查过 像我说 有几个比较容易死掉的事情 死亡的原因 第一个就呛死了 第二个是忘掉呼吸死的 第三个就是心率不真实的 那不管怎么死 那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慢慢开始去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 生下来 你等人可以等不到 你等演讲可以等不到 你等一张票可能等不到 你等车有机会等不到 那只有一个 你是永远 绝对每一个人都等得到 就死了 那一定等得到 所以棺材店都喜欢放 总有一天等到 一定还等到这个 你不管早死晚死 好死耐死 一定会等得到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到目前 我是觉得有生必有死 死那是必然的 但在死跟中间 是否能够把它造成一些当然 就生跟死之间 你怎么去活 怎么去活出一个绝妙的人生 那才是到目前为止 才是我真正注意到 而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怎么去活出一个绝妙的人生 我就是把我自己尽可能 最大时间最大范围的照顾好 然后你有一律再去帮别人 还有一律还是帮别人 那去珍惜你所身上 现在所有的 你现在身上 你能走路 谢谢他 你再做各位 我们讲 刚刚赵博士有讲道谢道爱 请问再做各位 你们上一次 谢谢你的脚是什么时候 因为你要晓得你的脚 已经带着你走过了多少时间 走过了多少路 你没有谢谢过你的牙齿 为了帮你吃东西疼了一个晚上 然后你就拔掉它了 那诸如此类 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愿意在这里做一个小分享 一个老师就跟他同小朋友讲 小朋友只拿出来笔拿出来 把世界四大七大奇迹写下来 就可以下课了 那所有同学 齐禄禄禄禄禄禄禄就跑掉了 那只有一个最聪明的一个小女孩 坐在那里指着头 她想不起来 那老师就过来 奇怪你这功课那么好 怎么不写了呢 写了可以出去玩呢 那小朋友讲说 七大奇迹老师要我写七大奇迹 是啊 你是不晓得自然奇迹建筑奇迹 历史奇迹还是什么 她说不是啊 她说老师 我还可以爱 可以笑 可以吃可以唱 可以听可以走 可以这些 超过了七个 你要我写哪七个 真信自己 谢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活着 每天都是一个奇迹 对 所以就是圣言法师说 只要还能呼吸 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我每次呢 要录影啊 或者像有这样盛大的活动之前 我一定会打坐 因为打坐会让我很安定 然后在打坐的时候 我就注意呼吸 我发现每天 在打坐的时候 就会发现 真的 呼吸真是一件 太美好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圣言法师教我们的禅坐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因为我每天在禅坐的时候 就体验那个细细的呼吸 进入我们的鼻子 然后那种所带来的身心的宁静 快乐 甚至呢 淡淡的喜悦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 我们身上真的有太多的奇迹 值得感谢 感恩 那所以 如果充满着感谢的心 就不会觉得 死亡有什么可怕 对 那也许到死亡就是功德圆满 还要感谢他 不过 那圣言法师 是 在他生病的时候 你说他做了最坏的准备 最坏的打算 对了做最好的准备 然后他在 离开我们的时候 留下四句话 大家都还记得吗 第一句话是什么 无事忙中老 空里有哭笑 本来没有我 生死皆可怕 所以 圣言法师 是怎么面对他自己的生死 他要教会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里面 又学习些什么呢 刚刚大家已经又哭又笑了 我刚刚听了 潘医师讲 我又想到 他想拔牙齿的事情 我想以后我 牙齿拔下来以后 我要为我的牙齿 举办一个告别式 在师父的美好的晚年里面 其实师父有记录到 他曾经有 就是他三年多的 在塔台医院的过程中 曾经有几次 其实就走了 其中有一次呢 是师父洗肾 那洗到一半的时候呢 就是师父就跟旁边的 我们另外一位医疗法师 说请他拿点心给师父吃 然后他就去拿了 他拿了以后一回头 那时候我也在场 师父就翻白眼 就是过去了就对了 这真的是翻白眼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吓一跳 那法师就赶快跑出去找 护士小姐进来 那护士小姐跟医生进来的时候 就把血液赶快赶回去 大家知道洗肾的过程嘛 洗肾就是你的血液出来 然后再为人经过机器之后 再回去这样子 那那个过程 从医生进来后 之后血书再送回去的时候 师父就醒过来的 然后醒过来的时候 就听到医生在讲 回来了回来了 可是那个过程当中 大概两三分钟 师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我们后来描述给师父 听这样 然后问师父那时候的感觉 师父说他一开始觉得 他好像是肚子饿 所以他请四者拿东西给他吃 之后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有意识的时候呢 他只听到有人在说 回来了回来了 那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 我们从医院要回去 中正行者在路上 就跟师父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师父就说 厂宽你知道吗 我觉得刚刚如果我又走了 好舒服喔 因为就这样 然后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旁边的人的反应 都不是像师父这样 为什么呢 旁边的人都说 师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不告而别 所以其实 那这个过程就让我学习到就是 其实生死这一件事情 是可以学习 也是可以讨论的 就跟生病一样 如果有心理准备的话 其实我们会比较容易 知道怎么去面对它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呼吸这件事情 其实生病 生命 生活 生死 都是生出来的 既然它是生出来的 就表示它其实是一个循环 它是可以被学习的 生死跟呼吸一样 是可以去体会的 请问大家 当你们睡着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呼吸吗 知道的请举手 知道就没睡着了 知道就表示你没睡着了 其实生死也是这样 其实生死也是这样 就像呼吸一样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过去了 那只是跟生死不一样 这地方是 你死了之后 你下一次醒过来之后 只是你的家人患了 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 是你的家人患了 那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 是活着之后的生理识别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我们来这里 我们不管是坐高铁 坐公车 坐捷运 其实 有的人会在中途就下车 是不是这样子 就像搭车一样 生死就像搭车一样 有的人会在中途就下车 或者你跟朋友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某一站下车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说再见 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就是 舍不得 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就会像什么呢 就会像 就是不告而别 或者是不欢而善 最后就是会变成这样 所以死亡这件事情 当事人需要学习 家人也需要学习 家人要学习 就像离开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说再见 而是弄成不欢而善 对不对 不欢而善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为什么我们要让它变成那样子 所以这个过 可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哭哭啼啼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透过学习的 如果我们透过学习的话 或者是平常就像我们这样子 有在沟通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死亡它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而是可以去面对的 那这个也是 为什么后来师父会讲那四句话 无事忙中劳 空里有哭笑 本来没有我 生死皆可跑 那最后就是 美好的晚年 这本书 师父要出之前 他问我要取什么名字 然后那时候 我自己想了一个名字 说这本书叫 点滴在心头 然后的副挑剔叫做 《圣言法师的生命故事》 那时候我自己想的名字是这样 然后隔天师父就说 去找那个秘书 我明天开始要口述这本书 我这本书名叫做《美好的晚年》 然后这两个书名就让我想到 原来师父用什么样的态度 让我们弟子去放下 他死亡这件事情 可是我后来想想 如果我自己 拿我自己订的那本 点滴在心头 我可能每天都会皱眉头 我只要想起里面的故事 我每天都会皱眉头 所以我觉得其实师父真的很有智慧 他定的那个美好的晚年 就跟我们 活出绝妙人生 所以这就直接提点了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们本来说 要不要美好人生 要不要活出绝妙人生 那那个药呢就是生病嘛 医药嘛 那想到生病和医药 怎么会想到美好人生呢 可是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病 在我们接受医药的治疗 或者在接受病苦的考验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选择 要不要美好人生 其实 要不要美好人生 要不要活出绝妙人生 并不是生老病死 所框住你的限制你的 而是你心里自由的选择 和你的意愿 也就是或者说佛法 是不是深入到你的内心 或者说你的宗教 是不是深入到你的内心 让你真正的了解生命的意义 我记得或者我觉得圣言法师 对我最大最大的帮助 我最最大的感恩 就是让我克服了生死的恐惧 因为人真的都很怕死 那尤其是我 就是自己身体又不好 要罐子 老公又曾经面临这么大的人生的病痛 然后肝癌 然后开刀 然后很多人说大概活不过几年 所以有时候面对死亡就是很可怕 可是师父说 刚刚在开试的时候也说 其实死亡 其实是另外一个新生的开始 所以就像我们常观法师说的 没有什么可怕 就是换了另外一段旅程 所以应该抱着这样子的心态的话 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的法身是生生世世的 只要我就是修得好 不离佛法 那我生生世世 都可以做利益别人的事情 都可以活出绝妙人生 各位觉得对吗 好 所以 在最就是面对生死这件事情 你还有什么 就是说想跟你的家人 朋友或者现场观众 来分享的 因为 我知道你 现在虽然身体很不方便 但是你刚刚说 你每一场只要有人邀约你 你还是愿意去 拖着不方便的身体 讲话也很费力 就是要跟人家分享 那我今天就给你多一点的时间 你想跟大家 还想分享什么 谢谢 谢谢世界 再给我这些时间 那么 李迪奇雪生病 给我造成了有一段时间 相当困扰 我跟法古山的姻缘 其实也蛮好玩的 在我 常从素颜医师训练完毕 训练完毕的时候 那个是民国66年67年 我就想学打坐 那我想学打坐 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 我当然就想学打坐 做很凑脚 演员聚会 这晚上走路 我就到了安和分院 一看有交打坐客人 不错 我就进去了 又报名也好 不忘了 一进去坐 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师 我不晓得几岁 反正我记得他非常年轻 然后讲得好像不入耳 我掉头就走了 走不来了 那我就不去了 那不去了又隔了 跟法古山的姻缘 又隔了很久一段时间 那我在空军总医院当副院长 那是副院长 院长出缺 那我一直没有身上 没有关系 那出缺以后 结果那个位置 刚好碰到那里台风 把医院整个水淹住了 面倒没有完全隐改住了 然后我当副院长要当家 我每一餐饭要450份的餐点 包括病人 包括同仁 包括家属 因为那里台风把水淹倒 家属也不回去 因为他说在医院还有得吃 回家没得吃了 所以他就留在医院 那我要准备450份每一餐 那我有一次实在很善老金 经过了门口 这水都已经真的是几吸 那很高 然后就看到有一位男士 骑着脚踏车 装个篮子 因为装了便当 到了门口 找到我们一个管餐点的士 弟兄 就一个一百一百 然后说一百 然后下一餐呢 下一餐一百 然后几点 他讲几点 好 穿了多一些 其他脚踏 一挥身 一功夫 法谷山 穿这以后我就很谢谢法谷山 所以法谷山要叫我去当医者 我都去了 就那一次 那第三次是金银禅修 那金银禅修的时候我也去了 那去了的时候上去 我去之前 烟饮很大 我虽然是医生 我知道对睡觉不好 很多人告诉我说 医生都叫别人不要抽烟 自己抽的比谁都凶 因为叫人不要抽 我才有机会比较便宜的买到 那我就 我烟饮很大 那时候真的很大 那去禅修的时候 我太太送我去 到了门口 她说你把烟带着 我说 别人是说 大概不能抽烟吧 那她说你带着 晚上可以偷偷起来 跑到院子里面偷抽 我说 大概不要了 那时候我记得 我一天大概要抽两包 而且抽了三十几年 那我就说不要了 她说你晚上想抽 我说三天嘛 忍一下嘛 忍一下嘛 当然你真的想抽 下来呢 我要下来在店 店里面门口买一下 就来得及嘛 从此以后 就那一次我暂时不抽 已经有二十年都没抽 从那时候放下 我就没有再拿起来 你看清静法谷山 有多少好处 连烟都借了很难呢 然后第二次 去天 我把酒给进了 然后第三次 我太太就不准我去了 她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不准去那么好啊 我把夜也停了 酒也停了 她说我怕你第三次是把我停了 酒色才气可能啊 那 那我说好吧 那这是一个 我还有时间吗 还有 那我 我想跟这个也是有关系 我也讲 这个跟师父也有点关系的 就是 因为刚刚我讲过 我去做过疫诊 然后我们去疫诊的时候 有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四川 一个是斯里兰卡 那时候我跟陈伴的师姐都讲过 菩萨讲过 有事有喝你就不用找我 或有别人去 没吃没喝了你再找我 那我去的时候 那我去要自己准备药 要准备东西 然后去医疊 把时间弄好 再来去 那我记得第三次 那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想去 因为要花钱又要花时间 又要离开家 然后要我太太自己 在家里看到 那我就跟我太太说 那他们需要我去 我太太当然地听懂 她说你去我去 不反对 就请你想清楚 是他们需要你 还是你需要他们 那我一下想起来 圣语师父讲过了 救苦救难是菩萨 受苦受难才是大菩萨 那从这个国约讲起来 我生命以后我一直想 试试看 我可不可以当个大菩萨 因为我也是在苦难中 然后把故事告诉你们 那当然我在讲这故事的时候 大概只有我舅舅能够体谅 你们都不体谅 因为不能体谅一个就是 想让我说 第一个很少见 第二个看了我好好的 只是要出个拐杖 还是骗人的 然后就是师兄陪我上来 那好像好好的笑嘻嘻的 那你这个笑嘻嘻嘻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我去讲个故事你就知道 我一个同学非常有名 叫魏珍 是 同班同学 他开心 是台湾开心第一吧 郑鑫医院的 郑鑫医院第一吧 心上科主任 那时候我住在荣总 看诊断的时候 那郑鑫医院的同学都跑来看我 那天晚上他不在 所以他没有 他就打个电话给我 我隔了几天 小潘 听说你 农体围养 我农体是没有 围养是有一点 那他有什么病 我说小脑小了一点 所以是小病 那我又是班上年龄最小 又是小阿科 所以都是小 所以小病 他就嗷了一声 电话就挂了 他我很忙 所以没有空来看 我说没有关系 第二次看到我 有同学会 隔了三个月 老远一看到我 就班上椅子 大喊一声 小潘 不准动 我说干嘛 你跟我坐下 不要再动 我来扶你 我说哪里那么严重 因为他 我回去看了书 查了资料 才知道这个病 是多么严重 不像你这样子嘻嘻哈哈的 还走过来走过去的 我说是 我是扶着墙走 扶着椅子走 第三次 他看我 我说没有关系 我会照顾我自己 第三次他又看到我 他说小潘 你到底有没有生病 哈哈哈哈 是所以呢 你是笑走了 病 还是珍惜一下你自己 真的真的 那我是不会走路以后 知道走路了不起 不会拿筷子 知道拿筷子了 了不起 我不会写名字了 现在我知道写名字了 了不起 还有很多很多 世界讲的呼吸 你还能呼还能吸 了不起 都是奇迹 请你争取 这些奇迹 请你谢谢 这些奇迹 真的非常感动 大家可以看台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水杯 只有潘师兄是这个水杯 我们特许 我本来要带这个上来 他们说不可以 只有他特许 因为他喝水有困难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他 他几乎没有喝水 因为他怕喝水呛到 所以他为了要完成 这场跟大家的分享 他滴水不喝 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们 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知道佛法给我们很多的智慧 让我们能面对生命中很多的逆境 那我也要请问 赵可世菩萨 对 那 就是 你的宗教 或者是说 你对佛教也有点了解 你觉得 在这些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养分 让我们自己 可以更活出一个绝妙人生 对 因为我天天在医院里面 所以病人真的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我想刚刚潘医师给我们上了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课 因为他用他的苦难 这个 这个 来教导我们好多好多事情 那我看很多病人 有些病人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说 如果老天再给我十年 我一定不活像以前那样的活 我要改变我的整个生活 老天不给他十年 也没有十个月 也没有十天 也没有十小时 只有十分钟了 所以来不及了 很多时候来不及了 那 我在国外念生死学的时候 这些生死学的大师 他们说过一句话 我当时不懂 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 这是生命的吊诡 他说最能够死的人 是活得最好的人 活得越不好的人 他越不能死 为什么 他很多遗憾 很多悔恨 他要再多一点时间 他要扭转 他要改变 可是如果老天不给他了 他也没有办法扭转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他不能死 所以能死的人是活得最好的人 所以刚刚常宽法师 说这个 圣言法师在洗肾的时候 有一症 有一些状况 他觉得好舒服 那 他再回来以后 反而觉得说 刚刚我很舒服 你干嘛把我叫回来 叫回来看什么 我们也有一位法师 她是一位女众 她随时随地都拿着佛珠在念 后来她甘昏迷她甘癌 甘昏迷 那我们的医师就很好心 就把她的 用药物把她救回来了 救回来以后 她非常的生气 她说我往生路上走了一半 你叫我回来干嘛 我好舒服 这个真的是我们亲自照顾的人 那我好舒服 你先回来 我回来以后下一次再昏迷 那你就不要再叫我了 那所以都讲好了 下一次再昏迷的时候 大家就让她平平安安地往生 所以 这个是我在临床上学 那些生死学的大师 在理论上说 活得最好的人 是最能死的人 活得越不好 越不能死 所以呢 我后来在累积临床经验以后 我发现这个话 这个是人生的吊诡 可是绝对是一个真理 你去看这些宗教的大师 不只是圣言法师 跟我们善国喜书记 两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善书记得了肺癌 一诊断就是第四期 那他就问医师说 也是台大医院 说那我还有多久 通常病人会问 那医师说 因为你是主教 所以我就老实告诉你 三个月到六个月 反正都是三的倍数 那个是连续剧的台词 那个都是连续剧台词 从来没有一个准过的 那善书记就说 三个月到六个月 所以他就开始告别之旅 他就全台湾走透透 都去跟大家告别 结果告别了一轮 快到五个多月 他说一轮 好 结束了 我现在就准备要走 结果还活得好好的 活得好好的怎么办 他在第二轮告别 结果呢 他就不好意思了 跟他告别过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讲过再见了 现在第二次再见了 不好意思了 你看他们这些 宗教的大师 他们笑谈生死 因为他们活得很好 也准备得很好 那因为我是天主教徒 我跟苏姬是 我十五岁就认识他 他就是我的灵修导师 他就把自己的兽衣 当兽衣 他是神父的衣服 全部都准备好 连他很不喜欢 在告别式里面 大家歌功颂德 每个告别式都是歌功颂德 再坏的人还是说他好 这是我们的文化 所以我不要你们歌功颂德 在他的告别式在高雄 两万多人参加 他自己讲道 他不要人家歌功颂德 所以他先录好音 录好音 四道人神 他对一个一个道歉 说他活得越老 可能犯的错越多 他如果有对别人对不起的地方 一个一个道歉 等等 这些通通交代 然后呢 平平安安的 躺在台北更新医院的安宁病房 带着微笑离开人世 那 那 因为我跟他很熟 所以最后一段时间我都知道 那最后 他清醒的 最后的 昏迷以前 清醒的时候 人家去看他 他还说 祝福 祝福大家 每一个 来看他的人 祝福每一个人 说你好好活 好好活每一天 死亡自然到来的时候 你没有恐惧的 绝对没有恐惧的 所以呢 我从生死学的大师 看到我们真的 我们宗教的大师 我深深体会到 其实死亡 刚刚常怀法师说 要学习 要准备 怎么样准备呢 准备好好活 好好的生 每一天都活得很好 死亡自然到来 但是呢也需要做一些 适当的准备 我们要去旅行 我们要准备护照 我们要准备机票 好准备到别的一个地方去 那个冷啊热啊不一样 那死亡也是要准备的 准备什么 准备资粮 准备要去往生路上的一个资粮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圣言法师说的 要功德的生命 要智慧的生命 那个就是死亡的资粮 从现在就开始要准备 每天好好活 那死亡自然到来 所以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 没有害怕 也没有这个舍不得 什么 因为所有的正性宗教 都是死亡都是暂时的 都是有另外一个生命在后面 所以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我们相信这个圣言法师也好 这些其他宗教大师也好 都是成愿再来的 而现在宝华士快要落成了 那这个圣言法师的智慧的生命 功德的生命 更广更深入的会散出去 是 谢谢 那所以赵博士告诉我们就是 要面对死亡 最重要的就是活出绝妙人生 那我在担任癌症关怀基金会董事长的期间 我们制作生命最后的五分钟 也有去访问善书记主教 那他非常的慈悲 虽然他非常的忙碌 而且还在病痛之中 但是他也非常的愿意跟很多的人分享 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 他就说 他把那些肺癌 当做他的小天使 所以他每天呢 就跟这些小天使说 让我好好的 我们一起好好的过今天 所以每天他都谢谢这些小天使 然后跟他一起过美好的一天 所以就像圣言法师讲 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不知老之将至 不知死之将至 我跟圣言法师对谈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生死 我觉得圣言法师把生死讲得太好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路上 碰到一位大的学者 他就跟我说 我看你的大法骨 我觉得圣言法师真有智慧 他讲的生死讲得太深入了 讲得太好了 那我觉得圣言法师非常厉害 就是这样子 半夫走足也懂 大学者也称赞 所以 最后 是不是你也来再谈一谈 师父 对生死 有什么动见 有什么开示 有什么我们可以继续 依照圣言法师的这样子 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们来面对生死 张光斗菩萨 大家有没有看过张光斗菩萨拍的那一部 他的身影 他的身影里面的片头有一句话就是 遗憾没有 心愿永远是无穷的 那我分享刚刚赵伯 还有潘医师都提的蛮多 就是我们怎么准备 除了感恩祝福外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发愿 发愿为什么有用呢 发愿会把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一个很 我举例 假设一张白纸 很大一张白纸 对不对 上面有一个黑点 当我们看过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一直注意那个黑点 通常都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容易会去聚焦 聚焦 就是我们会去聚焦在自己身上 那发愿呢 它有一点是扩散 它会把那一点扩散出去 让我们不会一直聚焦在那个点 我们就是因为太注意自己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舒服 太注意自己 或太注意自己的家人 那发愿要怎么发呢 我记得圣言师父那时候 2005年9月份 要进开刀房的时候 师父就发了两个愿 他要进开刀房的时候 他第一个愿就是 他愿就是 众生进开刀房了 不会受苦 然后早日康复 第二个愿呢 希望众生都不用进开刀房 这一种愿就是说 其实在文书施利菩萨 他的愿就是这样 他就是每一天呢 有一件什么事情 什么什么事情 比如说 当走路时 在走路时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行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当我们把这样子的愿 发出去 说出去的时候 他会从我们自己的心 扩散出去 因为我们祝福别人 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 而受苦 刚刚潘医师有讲 就是受苦受难 救苦救难的是菩萨 那受苦受难的是大菩萨 所以大家可以做这样子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发愿 可是最重要是 要把它说出来 不能想过去 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想过去的话 它不容易产生作用 因为还有就是在发愿的时候呢 那个心要单纯 所谓的单纯就是 我不用瞻前顾后 所谓瞻前顾后就是 我去想说 我这样的愿发下去 我做得到吗 其实不用这样子想 就是直接把它想出去 把它说出去 它自然就会产生效果 那那个效果出去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会像师父一样 遗憾没有 心愿永远是无穷的 还有就是我想分享一个就是 其实每天都可以练习 我们有一位法师 就是所作和尚 会名法师 他每天睡觉前都会做告别式 他的告别式就是他睡着 他就是躺在床上睡着 他躺下去之前呢 他会先跟他周围的 他的东西告别 他说他最不放下 最放不下就是他心爱的电脑 所以他最后一定会跟他的电脑 做告别式 然后他就是躺下去了 所以他就做这样子的练习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准备 其实人在有心理准备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有恐惧 举个例子 你有没有打过针 打针冲然后有两个部位 对不对 一个是打手臂 还有打屁股 请问哪一个比较恐怖 手臂比较痛还是屁股 手臂比较痛吗 不晓得每个人不一样 赶快法师要揭晓一下 一个就是你有看到对不对 一个是你看不到 所以你看不到有的时候是 医生什么时候下手 护士怎么下手 其实你不知道的 行刺 行刺 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 就是针有没有 当我们把针刺到皮肤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看着 然后我们是放松的时候 你刺下去的时候 它没那么痛 可是如果我们是这样 对不对 你再去试试看 你会非常痛 对不对 这个就表示说 当我有心理准备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放下 我们很容易放下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学习的 这个方式就是 遗憾没有 心愿永远是无穷的 不管是对自己或对自己的家人 我觉得刚常宽法师 关于打针的这样的比喻非常好 因为我很怕打针 那每次要去抽血的时候呢 我就会抱着 誓死如归的精神 把手放下去 然后呢 他一定会叫我握拳 然后我就开始默念心经 然后呢就 师父教我们要放松嘛 就是放松的时候真的不痛 所以不管他什么时候行刺 只要我念着心经 然后很放松 其实都不痛 所以我想这也是 如果就像刚刚讲 每天都练习四道 每天都练习道别 然后每天学习怎么放松 不仅身体健康 而且我觉得精神也很舒畅 然后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应付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大家是不是亦有未尽 对不对 所以最后呢 还要请三位 就是要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几句祝福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可以有三分 三分钟 两分钟到三分钟 不久 不久 在前些日子 我有位好朋友问我 就是陈云青师姐 他问我 想让我说 初类的分可以分成初期 中期跟晚期 那初期有一些症状 我都有 中期有很多症状 我也都有 他晚期的症状 比较难 我目前有部分没有 包括湿静 包括躺在床上 不能动 包括不能吃东西 不能说话 发生很多很多 那一次陈云青师姐就问我 他说潘医师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会这样 因为呢 基本上 我记得那一次很清楚 陈云青师姐 马上哽慨 他发现他问不下去 但是已经问了一半了 那怎么办 那我想了一下 我就跟他打了这个叉 把他接过来 因为我看他已经快哭了 那我就说 陈云青师姐 那个是明天 我今天还没过完 我今天都还没过完 那个是明天 那一次 一回来以后 我在路上 也有位菩萨送我回家 那我在路上 我就许了个愿 我许了个愿 那时候还很 诗经比较重 我许的愿只有我自己 我许个愿 因为我每一天 每一天都能够很用心 含着微笑 感恩喜福的过好 每一天 那时候只用在我身上 那我尽量去做 那有没有做到 我不晓得我还在努力地做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我要许个稍微大一点的愿 我希望 我愿意 就每一位 看到我 知道我 听到我 的每一位菩萨 都能够很用心 很喜福 很感恩 然后带着微笑 过好你们的每一天 活出绝妙人生 谢谢 所以潘菩萨的大愿 我们都愿意帮他实现 对不对 那我们也祝福大家 带着微笑 过好每一天 那赵博士 你想送给大家什么话 我们有 我们爱妮疗护的团体 我们有一个活动 我们叫死亡冥想 因为我们见多了别人的死亡 所以不能够不想自己 再加上自己 我们自己很多医疗人员 也都是有癌症 或者一些其他的疾病 那我们的死亡冥想 我们隔一阵要做一下 最近的一次 我们是去彰化晋山 彰化晋山有一个 耶稣会神父的一个墓园 它里面有很多的坟墓 我每一个人选一个坟墓 就去躺在那个坟墓上 然后做死亡冥想 这个其实在我在学 生死学的时候 我们在其他国家 我们也做过 那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建议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我们是真的躺在坟墓上 然后很冷 像这种天气 我们也不盖东西 也故意穿到单薄 去感受那个冷 然后想像自己呼吸 心跳停止了 那很有趣 就开始会有一些观想出来 观想出来就是说 你有什么心思意念 然后四周是什么人出现 是什么景象 什么等等 那刚刚强怀法师说 我们的圣言法师说 遗憾没有 愿望无穷 那真的在做死亡冥想的时候 这些可能有一些人 他过去的生命史 就像影片一样开始放出来 而且放得很快很快 那会有一些遗憾 会一些悔恨等等 还有一些愿望等等都出来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 有的时候不知道 因为不是故意去想的 所以什么人开始出现 这些人可能就是你舍不得放不下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爱恨情仇 情感纠葛的一些人等等出现 所以就开始一个一个放下 一个一个放下 那我们自己也要练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面对别人的死亡 当然有一天要练 总有一天等到我 对不对 那所以一定会等到 那我们自己做什么准备 所以我就发现 这个遗憾没有 愿望无穷 讲得很容易 这两句话 可是自己到底每一天 要怎么样放下这些 可能有的遗憾 还有呢 要怎么样的愿 有大愿 有中愿 有小愿等等 而且这些愿望 很重要一个是 一定这个愿望是要为别人 如果每一个愿望 都为自己 比如说像一些民间的习俗 民间的拜拜 去庙里面求 都是求自己要 要什么要考上什么学校 要升官发财等等等等 这些愿望到最后我们做死亡冥想之后 不会带来平安 很奇怪哦 不会带来平安 因为都是为自己 要为别人 要为别人 要为一个大我 一定要非我跟大我 那个愿望是非我跟大我 所以我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活出绝妙的人生 每天没有遗憾 没有悔恨 然后要有大愿 要小愿也可以 可是这个愿是一个非 为非我 为大我 无我 非我 无我的一个愿 那这样子就真的可以活出绝妙的人生 常观法师 您的两分钟 真的只有两分钟 我分享两段话 第一段是圣言师傅的生活态度跟生命态度 生活态度就是 我很忙 总能找出时间 完成应该做的事 第二段 我肠病 总能调整身心 犹如健康的活着 第二段是我自己学习师傅的事 他用在 当作我自己的座右铭 真实诚恳的面对自己 接受自己的不胜完美 三巧处理自己的困境 坦然放下心中的负担 我们祝福各位 平安 健康 快乐 幸福 好 好 好 我们说出来的言语呢 真的是具有力量 能够感动别人 穿透我们的身心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 真的就像是 甘露 我们人生的甘露 那今天呢 大家都充满了光明 清静 平安的能量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能量 能够由我们自己 辐射给更多的人 刚刚说 要发大愿 要无我的愿 我自己也发现 说舍得舍得 能舍才能得 以前潘医师说 我都是守心向下 我现在守心向上 那我们都发现 当我们给别人的时候 守心向下的时候 我们是更快乐的 可是当我们不得已 要守心向上的时候 我们也要 有这个智慧去面对它 处理它 放下它 然后呢 用 我们讲 佛法的智慧也好 用我们的大爱 大愿也好 让我们的人生无憾 如果大家 觉得 今天听完了以后 还想要再充电 对不对 因为就跟我一样 我每次跟师父 谈话完 都觉得自己充满了电 可是过几天 电又没有了 然后习性 总是比我们的道心 有的时候坚强 所以会遗忘 会固态复盟 然后会开始 又恢复到过去的老路子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赶快上哪里 法肚商 法肚山 全球网站 再去搜寻一下 不止今天这一场 前面的四场 乃至于后面的 都会有 所以大家呢 就时时把这些人生的甘露 智慧的话语 不断的来提醒自己 让自己的每一天 都含着微笑 起床 含着微笑 道别 欢乐的入眠 让我们每天 都福慧双修 活出绝妙人生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今天三位菩萨 带来的绝妙的分享 谢谢 也祝福所有的朋友 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电视街前面的观众朋友 身体健康 平安